看看資金的流向 基本上是大戶的買賣 所謂大戶的意思是主動沽盤 或者賣盤 是以一百萬一手來計算的 在這點裡面來說 過了五天都是五到 今天也是五到 而今天主要的成交 大致上是42.7度這個範疇 匯豐又怎樣呢 周線圖上面你看到他 隨著好像大士一樣 在試著保力加通道的下軸 還有一件事細心看看 這個中軸是在彎下來的 下軸這裏和上軸這裏 也是在擴展口 是不是有點像這裏這樣 彎一點點下來 然後在擴展口 是不是好像這裏這樣 彎一點點下來 然後在擴展口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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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然他繼續是這樣 不能夠短期之內 上回到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即是44元或以上的話 那我恐怕匯豐呢 就會可能會下去 見38 或者是40多區 希望40多 可以守住 太息 是不是救到匯豐呢 不是 因為息 你頂不給我有多少 現在最主要就是 你能不能做得好 經濟環境 或者其他等等 是不是你還可以做到龍頭老大呢 我估計現在來說 大家都不會認為會是了吧